呃 分享不多说咱先开始嗑新闻 好吧 呃 首先第一个事啊 给我干蒙圈了 今天我 我看完之后 老挺了 我的社会观 价值观 人生观 对整个欧洲的这个事件的分析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好像我想错啥了 当时我脑子都当机了 看完这个新闻 你知道咋个事吗 乌克兰真是给咱整了个大狠活啊 啊 要那个就是偷那个图22M3轰炸机就失败这个事 就已经让我们大惊眼睛 说妈呀 还偷人家轰炸机 然后你知道更离谱的事是啥吗 竟然直接派特工 说要把现在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母给炸了 你们敢想吗 要炸人家航母啊 你真把老毛的航母给炸 老毛不爱你家给你掀了 问题啥呢 俄罗斯航母现在他没啥战斗力 你费劲巴拉 你炸人家航母干啥呀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事啊 第二个事兄弟们 为啥我说欧洲这边马上要出大事呢 就是现在啊 整个的欧洲第一个啊 除了乌克兰参与到战争的国家可能要出现了啊 它也是个北约国家 是谁呢 有没有知道的大伯伯 波兰有可能 也不是有可能 现在已经成为第一个参与到俄乌冲突当中的北约国家了 总统杜达高调直接宣布 说波兰跟乌克兰现在已经签签署了一个安全协议 而且北约也同意波兰出动战斗机 拦截乌克兰境内的就波兰出动战斗机啊 拦截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导弹 那问题来了 波兰这个行为我就请问了俄罗斯怎么应对啊 我跟你说这这不是这这可不是探底线了 这底线直接就没了 大俄如果再不出手 老铁嘛 那我跟你说欧洲是真控制不住了 这是第三个 第二个事 第三个事了 第三个 第二个事了 是不是 那么第三个事还是关于欧洲的 今天欧洲要出大事了 就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争论 到底究竟是谁炸了基辅儿童癌症医院的这个事之后呢 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装配中心 还有研究院直接被干了 家人们你们没听错 我也没说错 你们可以去网上查 今天这个新闻海了去了 俄罗斯我再说一遍 洲际弹道导弹的装配中心 还有研究中心 研究院吧 遭到了打击 树莓洲际弹道导弹差点就训爆了 这简直就是离谱 他妈给离谱开门了 就这么离谱的这个 这个这个袭击 乌克兰怎么有点干的呢 对不对 这是第三个新闻了吧 另外老铁们 中东 今天中东演了一场大戏 可以说这个戏不是今天演的 我这个事呢 是昨天看见的 为啥没讲 我想让子弹飞一会儿 我看究竟是怎个事啊 今天呢 这个飞一会儿 然后出来了 什么时候上体育刀 等我讲完新闻的啊 有你们这句话 我就今天踏实一半了 好不好 就知道你亲爱的家人们支持我 我就爱死你们了 来先听新闻啊 沙特跟野门吵着起来了 你们敢想吗 突然间就吵架了 哎 我们说奇怪了 沙特跟野门不是好兄弟吗 一辈子好哥们吗 不都和解了吗 野门胡赛武装突然之间对沙特发出了一个致命威胁呀 说啥呢 说如果沙特继续支持美国和以色列 野门胡赛武装将摧毁沙特三个主要的机场和四个港口 哎妈呀 然后甚至说打击沙特最大的阿美公司石油储藏库 这啥情况啊 野门疯了 沙虹眼睛了 不分敌我了 对吧 另外沙特还警告啊 警告G7 人们警告野门 说小子们你们敢没收我大哥 我俄罗斯的资产啊 我就直接抛售欧洲的债券 打欧洲狗给老美看 沙特这招贼狠 但问题是啥呢 沙特这么干 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支持俄罗斯 咱们今天一个一个来探讨 今天这个消息咱必须的得从欧洲开始说起 因为太恶了 这两天兄弟们啊 俄乌战场上那是没啥大消息 都是丁光456 有什么极数炸弹 有什么弹道导弹 什么钻地弹燃烧弹 你丁当456在哈尔科夫那边干 然后还炸了沙特萨港口 又干了利国服务 整个基辅呢 就是说呃 乌克兰全境都被干了 基辅这边呢 甚至有很多的大型的军工厂啊 导弹工厂发生的 有个人为我等待啊 说的是你们讲的 好歹老子 也数千两百 我喝着孤独的酒 背着自由的风 一生一作的只有自己的风 他怕是有酒 把而有空 该遇到的人 他总会想活 我跟你两手红红 还需要怕什么痛 有笑容对着生活的戏 有笑容对着生活的戏弄 别在意大碎嘲讽 流的成功都来自大线不现实际的梦 我喝着孤独的酒 吹了自由的风 比生命做的只有自己的梦 大蓬蓬来的游走 心烦了悠空 再遇到的人 他总会想活 我本尽两手红红 还需要怕什么痛 有笑容对着生活的戏弄 别在意大些嘲讽 你所有的成功 都来自那些不现实际的梦 感谢韩松浩雪 感谢家人们 好听是不是 真好听啊 这个歌也好听 这叫我是人间限量版 最近我喜欢唱了两首歌啊 就是我是人间限量版 我再听听我就会唱了啊 过两天我就可以唱太棒了 始终是拜拜 别 呃 这个歌叫我是人间限量版啊 呃 现在这个歌叫人间半途 冷眉上 慢慢学 会玩笑的呀 这个性格是个唱男生的歌啊 最好听这首歌啊 这哥们 别闹 那万万谁 万万是我们自己家的 干啥要打烂他呀 对吧 即使所有的和平手段都用完了 那我觉得北平模式 仍然是我们的最佳模式 围而不打 以围出变 围点打圆 对吧 长期围到 谁跑过来 闯暴于一圈 谁想援助就弄你就捶你 美国要想躲在后面 那就只能霍魂日本来闯 真到那一步了 美国多半就会发现 本来给龙国挖的坑 怎么好会砸了自己的脚 给自己给埋了 有人说这不是怎么回事呢 来兄弟们 我知道你们啊 听这个 只要但凡关注国际局势的中国人 一定是关注万万的 对不对 那这有人说 为什么说美国挖的坑 会把他给埋了呢 首先我们说了 在就是我们放眼啊 就是目光所及之地 能让我们说看上半拉眼珠的 就是睁眼睛看看呢 也就小本的了 对不对 那么日本海军海空军确实挺强 咱有啥说啥 确实是个好的炮灰 但是他有个缺点 你知道什么缺点吗 二战时候的波磁坦 波磁坦宣言 也明确规定了 说日本领土啊 他只有本岛的四个岛屿 也就说什么呢 老生常谈的话题 像琉球 钓鱼 冲之鸟 啊 这些都不是他们的 如果日军来闯我们的包围圈 我军直接可以把战场 嘎就推到这些小岛上 击败日军的同时 旅行一下二战条约 毕竟我们也是五常之一啊 对吧 琉球上不少人该独立 咱就独立了 人也不少啊 那个无人小岛 该接管就接管 该托管就托管 事情如果真发展到这一步 老铁坊 那就有意思了 东亚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可不止农国一家 你别忘了 还有俄罗斯呢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真的是都有义务 落实联合国的决议啊 真的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俄罗斯愿意擦回进来吗 对不对 哎你出去之后 就会让人多看你两眼 就你跟人说话人也开心 就包括咱家那个 这个大哥 包括叔叔也是一样的 哎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对不对家人们 就是你把你自己打扮漂亮的 打扮青年年轻轻的 然后你出去家人们 人家跟你说话都得多说两句 都得问你怎么保养的 是不是家人们 确实是这样的啊 人靠衣装马靠完 这玩意没办法 泰国是我的 那都对对都都都不行啊 喝多喝多之前 我是世界的 喝多之后世界是我的 你这玩意 你看喝多少反正是 嗯 嗯 开壳了啊家儿妈 今天你们都关注什么事了 就是 嗯 我告诉你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事啊 就是叫苏甲 包括那个 呃就最最最最近乌克兰 整整整过去了五个旅的兵力 干人俄罗斯本土 什么二十公里啊 包括七七八八这些啊 呃短时间的结束不了的 有人说苏啊 这俄罗斯不是拉了吗 就这都干人家 下来还不结束呢 我告诉你家儿们 这次俄罗斯颇有点什么意味 你们你们有没有看新闻的 就这次啊 俄罗斯把前线 乌东四周前线的部队没动他 一个人都没动 然后他出动什么呢 就目前说乌克兰已经入侵本土了 已经触发了他动用那个义务兵的 那个所有的条款和法律 所以说现在啊 就干过这九个旅啊 包括丁堂四五六多少个人 都是义务兵啊 年轻 然后呢 对这些什么新兴的一些 包括技术啊 包括什么无人机啊 包括武器啊 有非常非常强的适应能力 但是呢 也有个弊短 他没有 他没有经验啊 没有一个老兵 没有经验啊 但是呢 有点什么意味 练兵的意味 有没有感觉到的 练兵啊 包括瓦克纳整整整整体也过去了 车臣也是啊 也过去一帮人 反正现在礼拜里的就是打的是 俄罗斯正规军的主力部队 还是在乌东四周的前线啊 然后还有就是伊朗这个事啊 家人们这个有人说 伊朗到底什么时候干 能不能干 我告诉你家人们 你们可以去看看论持久战 真的啊 今天我听一个人讲的特别牛啊 论持久战 就这个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你什么时候下场 包括你怎么下场 你是要研究的 这不是说你你说打就能打 你说定到四五六就能定到四五六的 昨天我讲了定到四五六之后 你得考虑第一个你的动身问题 对不对啊 第一个你的防守问题 第二个你的攻击能力问题 你能不能承受得住生命可承受的 承受之轻和承受之重 对不对啊 然后阿三这两天被干了 你们知道吗 在克什米尔地区啊 啊死了俩人 有人知道吗 这个事 完了 今天还有个搞笑的事啊 呃 野门被干了 野门是被美军空袭了 叫卡马兰岛 啊这个事倒无所谓 但是谁把他干了呢 沙大虎 沙特 沙实力把他给干了 干的是野门的 那个那个叫萨达省 这个事老有意思了 家人们 你们记不记得前两天 那一海亚都说了 说他们在雅丁湾 又多架无人机 干了大漂亮的 有一个驱逐舰 然后用导弹驱逐舰 又干了一个大漂亮的 叫什么 什么 什么什么布丁 什么玩意儿呢 又干了一个驱逐舰 然后他还强调了 说这两个大漂亮的军舰呢 正在想办法的穿过雅丁湾 然后到侯海的北部 目的就是保护以色列 完了这边呢 胡塞武装说了 你也别得死了 我现在对全世界公布 说我就成功命中了 然后这两天 杀大户啊 直接就出手了 直接干了野门 原因是啥呢 就有小道消息分析啊 这晚上就这俩哥们 三来好的 因为美国现在突然间 对沙特解禁了 啊就是我 我不限制去买武器了 你随便买 于是就迫使嘛 迫使沙特 就是跟美国的 就是那些 像什么约旦啊 以色列啊 啊站在一起 包括今天美国的两架 B1 战略轰炸机 直接干到了 B2B1来着 干到了约旦 还有一个事 咱家有个 这是 是什么舰的 052D吗 有一个军舰 你知道现在在哪的吗 我看一下啊 有一个军舰 我忘了叫啥了 把北 绕着北约 盯到456 干了一圈 溜的一圈啊 家人们 看看啊 052D 交作舰 绕着北约走了一圈 吓得呀 那老鹰的 小法的 那汉毛的直立啊 溜的一大圈 整个包着他们 溜了一大圈 废话不多说 今天直接开始喝啊 按道理来说呢 这两天 其实全世界的目光 集中在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俄乌 一个地方是巴义 那么说完这个老铁忙 老铁就要问很多人就要问了 说这个俄罗斯怎么回事 对吧 昨天乌军不是都在美国的安排之下 从霍尔斯克州 直接干到比尔哥罗德州了吗 这局势可不怎么好啊 那怎么俄罗斯还这么大胆呢 跑到加沙去帮忙作战呢 家门怎么说 现在国际局势啊 尤其是军事这一块 那叫什么呢 迁移发而动全身 那直接顺息 直接来个万变 就像这次乌军入侵俄罗斯本土这个事 昨天俄罗斯还被牵着鼻子走呢 今天兄弟嘛 乌军又被打的一个 那叫措手不及啊 有时候为啥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俄罗斯本土突然之间 今天啊 有没有看新闻呢 俄罗斯本土突然之间 大概出来了1.5万人的部队 然后从苏美洲一路干到了俄罗斯本土 你们想乌军光想着打游击战了 他也没想到半路能杀出来个程耀金呢 没想到后屁股来来人啊 那么也就这么一向的 直接被端了十一个距地 并且最狠的这支部队啊 还抓了一个乌军的团长 一审问一下唬好吗 一开始乌军就是要占领库尔斯克核联战 只不过没成功啊 这也算是实水我们的第一天的说法了 不过这都不重要 比如说那重要的是什么 加上呢 重要的是什么呢 有人说朝鲜出兵了 这个我没看懂啊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不知道啊 重要的是 这1.5万人从哪杀出来的呢 这才是这次俄罗斯改有恃无恐 在中东搞事的底气所在啊 对吧 那这是啥情况呢 有人就说谁谁谁下场了 我不知道 我没看这个新闻啊 很简单 这支部队家人们 是从白俄罗斯直接杀进乌克兰 然后从后方机动杀到了乌军的大后方 那么说到这儿 肯定有很多老体就好奇了 说白俄罗斯不是不参战吗 他现在搞这么个事儿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白俄罗斯也摊牌了吗 也要下场蹚这个浑水了吗 怎么说呢 家们是 也不是 昨天乌军偷袭 比尔格罗德州之后 普达地脑瓜的文文腾 直接叫来俄罗斯国防部长 别罗乌索夫了 还有格拉西莫夫说来来来 你俩过来 你告诉我 就现在我有点不明白了 说你俩告诉我为啥打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把乌军彻底清除掉 真是因为咱们地广人稀吗 当时一看大哥都发飙了 这俩大汉也不敢自生了 最后还是格拉西莫夫讲的话 说大哥实在是没招 地方太大了 咱前脚发现 部队就出发了 但是等咱们一动身 乌军那边就撒压的跑了 不知道跑哪去了 用导弹也行 但是你说咱家一个伊斯坎德尔妈 五百万美元呢 五百万美元干过去就干几个武军 一个两个的武军没必要啊 他们的命没有这么值钱呢 就这话一说 普达地当时就明白了 说好 还是吃了武器的亏 还是武器有点拉胯 对不对 然后普达地直接就讲话了 兄弟们 说行 武器这个事呢 我来解决 别的事你们解决 说完之后 你知道老普一个电话 给谁干过去了吗 给白俄罗斯卢卡神科 说老罗你站在 这边大哥这边 是出了点问题 这个伊斯坎德尔太贵的 我们不想这么大 你站在你家不是有好多 那个叫什么波罗奶滋火箭炮吗 说你这火箭炮正对正啊 是不是 一百多公里射程 京都也给力 你站在 能不能你借大哥用个几十套 当时老罗听完之后 有点懵了 想说大哥 你这你这比让我下场还难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玩意不是一般的炮 这个东西是东方大国和白俄罗斯联合研发的 说我也没有权利直接给你啊 对吧 这事我得真考虑考虑 然后呢 等老罗一个电话打完 直接告诉普大帝了 说波罗奶滋火箭炮这个事吧 大哥 确实有点说法 但是呢 这边人说了 为了解决你的燃眉之急 我有更好的办法 你在哪 你在我本土是不是有驻军呢 你忘了吧 我给你开辟一个边境 我给你开放 然后你呢 直接从侧翼就干到乌克兰本土 然后推死乌军 直接给你来个情 那么说完这个 咱就说谁呢 咱就说那个俄乌的事 今天俄乌这个消息老狠了 什么事呢 参考消息 8月18号中午 大概是1点来钟吧 今天发布的报道 标题非常的突出 标题就是俩字突发 什么事呢 说库尔斯克核电站所在的城市上空 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你们没听错 我也没说错 在扎波罗热核电站 炸的鼓动鼓动冒黑烟 这个情况之下 库尔斯克核电站 这个乌军最开始的目标 直接出事的 那么说到这儿有老铁匠问了 说这次到底什么情况啊 乌军距离库尔斯克核电站 那不是有距离的吗 怎么突然能干过去了呢 这核电站如果被炸了 后果严不严重啊 这次打核电这个事 我专门查了一下 时间有点紧 整个过程呢 我没有完全查清楚 但是光是查到的消息 都已经足够炸裂了 家人们 怎么个事呢 说前几天 英国不是出手 炸了 扎波罗热核电站了吗 对吧 没有用 人家俄罗斯把核电站提前给关了 就这么一整呢 这给英国人吓了 尿 不湿 都湿了 然后英国就直接宣布了 说禁止用风暴阴影 对俄罗斯本土任何目标发起进攻 对吧 说白了就是提前做出声明 说英国不会协助乌克兰去干你库尔斯科核电站了 但是当时说这个事的时候我就说了 我说英国人提前做这种声明 那纯属不能信 反而是要更提防 为什么呢 因为你拒绝英国风暴阴影炸俄罗斯本土目标 私下里说就行 只要风暴阴影没炸到俄罗斯本土 那大家都明白啥意思 对吧 这样也没有那么丢人 但是英国没这么干呢 他就是要公开宣布 这是为啥呀 就是为了炸完之后好甩锅 就像这次啊 乌军原本距离库尔斯科核电站 还有八十多公里 最开始的时候是三十五公里 后来人也干出去了 干了八十多公里 这几天呢 又被打退了将近十公里 说白了 乌军现在啊 除了无人机能够骚扰一下 他根本就没有别的攻击手段 但是兄弟们 今天库尔斯科核电站 被什么给炸了呢 今天库尔斯科核电站被炸的 那叫导弹 正儿八截的导弹 这说明啥呀 说明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战斗机 已经干过去了 并且成功发射导弹 而不是无人机啊 对吧 那么说这老铁师不就问了 说这么一整 那不是太明显了吗 人俄罗斯检查一下导弹碎片 不啥都知道了吗 哎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这次发射到库尔斯科核电站的导弹 是美国提供的 美国提供的华翔炸弹 不是风暴隐隐 说白了 就是大家都在甩锅 现在就看乌军自己动手 啊 还是北约派飞 就是派出飞机动手 啊 这个就就这么两个选项 现在俄罗斯这边还没查清楚具体是谁搞的事 但是呢 已经有一个英国的匿名的官员透露了 说就是英国全权策划的 然后美国人提供的信息支持 包括导弹支持 具体怎么操作的 等我查清楚 我再给你们说 那么至于库尔斯科核电站有没有事呢 我说实话啊 有问题 但是问题不大 由于这次呢 这个这个更像是试探性的进攻 再加上滑翔炸弹这玩意儿呢 没有什么拦截难度 所以这次一共干过去的四枚滑翔炸弹 全都被成功拦截了 只有导弹碎片 干到那个核电站里面了 啊 至于核泄漏这个事 那是完全没有的 为啥这么肯定呢 一方面啊 我看了一下现场那个视频 另外一方面呢 是今天晚上 国际原子能机构 还有俄罗斯呢 还有叫什么 叫国家原子能机构的人就过去了 如果核心漏 他们去个屁了 对不对 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 那么刷这 有老铁就问了说 甭管是乌克兰自己动的手 还是美英联手搞的事 现在俄罗斯的压力越来越大呀 这边打的怎么回事啊 不像我们想那么简单呢 他的人手上啊 要防御的地方多 而且这么多天了 还没把就乌军给弄死 会不会就这么拖下去 然后乌克兰直接翻盘呢 怎么说家呢 乌克兰能不能翻盘这个问题啊 就这个问题 这段时间讨论的非常热闹 现在什么观点都有 不过人们在讨论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因素 乌克兰他们自己咋想的 对不对啊 他们自己咋想的呢 要预测战役的结果 咱们总得先搞清楚 战役的地方 就是发起的那个目的吧 对不对啊 按照乌克兰官方的说法 兄弟 说今天呢 小胡那边直接蒙了 让咱都蒙了啊 直接单方面宣布 说要停 就加杀不干了 啊 说停止行动了 理由是什么呢 说哈马斯已经解决完了 啊 全都杀完了 哎呦我老爷了 那问题什么呢 就是咱脚不瞎 只要长眼都知道 那哈马斯不在那呢 那杀不光啊 那那他为啥呀 对不对啊 为啥要用这个理由呢 是以色列打不动了 还是咋的 他有别的去 这个这个这个计谋啊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事这样呢 嗯 今天大事 让我觉得 我看萌了 反正是 昨天晚上大半夜 三点来钟吧 啊 这个事就出来了 当时我觉得 我我 我觉得是骗人的 我我一顿搜 什么事呢 莫斯科 遭遇到 有史以来 建国以来 最大规模的无人机 投袭 袭击 十几架无人机 直接直不冷腾 就干到市区了 那莫斯科 那人都下下下下毛了 同时呢 说F16 啊 首次进入到库尔斯科空域 连续出手 再炸了俄罗斯三座桥 本来炸了两座的 这是什么情况下吗 这乌克兰嘎呢 这逼着普达 用核武器的吗 这不是啊 对不对 这是第二事 第三个事 嗯 这个黎巴嫩呢 和伊朗联手 这不是昨天吗 定当四五六 干了格兰高地吗 乙军全程被动挨打 四个基地 三个定义点 啊 还有雷达 全都给干干 炸炸碎了 关键时刻 乙军再次发起了一次斩首行动 这次干死的是谁呢 是一个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 那么这一下把真主党给干几眼了 真主党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别忘了兄弟们 现在真主党的无人机随便出入以色列呀 真主党有一个隧道可以直接干到以色列呀 对吧 侦查无人机把小胡的旁边的七七八八的什么防空武器 包括他家几个洞都知道了 你还敢这么干人家指挥官 你是真找死了 这是第三个话题 第四个话题啊 哈梅瑟尔那一个紧急宣布 说要重组伊朗的内阁 哎 与此同时呢 伊朗有一家媒体突然间报道 说 呃 那个叫啥来的 莱希的死啊 就是个意外 美西方媒体抓紧时间 就跟着这边风炒作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意外 还是伊朗故意的 是伊朗的媒体报的 啊不是美国的媒体 不是西方媒体 伊朗媒体报的 说莱希的死就是个意外 这是什么概念 是伊朗是在暗示自己不打了 还说伊朗怎么怎么着 故意的计谋呢 另外老体们 伊拉克好像反水了 伊拉克突然间不太给美军压力了 喊话说美军撤出伊拉克的事不着急了 这是什么情况 伊拉克这是在替美国分担压力吗 还是美国给他上活的呀 是不是啊 咱今天这个消息啊 老体们 必须得给咱们方方面面的分析 太离谱了 什么事 昨天啊 还放话呢 记不记得咱昨天讲 小活的说的 啊我杀光你们加杀所有人 啊你们必须全给我撤出去 撤完之后我全给你轰炸 中间巴不一来着 北边干北边南边干南边 对吧 但是老体们啊 内塔突然间 在今天 三方面宣布了 啊夹杀作战 结束了 咱们问一下这是真的吗 就咱们小老百姓啊 这是不是真的 很明显不是啊 对不对 因为那塔尼亚湖后面又来了一句 说一旦有新情报 随时继续打 哎 这就像说啥呢 我我先休歇会儿啊 然后呢 我先补点几 是不是啊 完一旦有新情报了 我随时我在打 这么搞笑的说等我有劲了 我再揍你 那兄弟们 说到这儿老铁区要问了吧 说这啥意思呀 那塔尼亚湖是不准备就加沙动手了吗 是他明白打不了了 还是说那塔尼亚湖先有别的打算呢 你们有没有这想法 怎么说老铁忙啊 就关于这个消息 我看我看了一下 现在网上好多人都在说 说尼云是真打不动了 他地面部队压根推不进去啊 然后经济这边也卸菜了 年末的时候要倒闭六万家企业跟不上了 啊 至于把加沙两百多万人全屠杀了 他也没这个胆 所以说那塔啊 尼亚湖就小湖的在连续轰炸了加沙 干了三天 昨天还干了一大波呢 啊说被迫是放弃了对加沙的这个后续行动 听起来是不是有道理 那道理老大呢 然后呢 这些事啊 其实也是事实发生的 但是我跟你们讲 那塔这次突然用这么离谱的理由 单方面宣布停止在加沙的行动 还真不是因为乙军不行 钱不够或者没打杀光加沙所有人 而什么呢 加沙因为那塔最大的目标 目前最大的目标 那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